电视剧云西传一边在连轴传的拍摄 一边的演员们又带我们来了一回探险 这地点就是剧中大名鼎鼎的药鬼谷 本以为这药鬼谷也许就和其他剧组 搭出来的场景没有什么样的区别 谁知道跟着徐佳琪和谢雷雷的步伐 我们竟然发现了一处世外桃源 蓝天绿水金山间 助力着一个小山庄 它有树有花还有水车 这简直就是个世外桃源嘛 哈喽大家好 我们现在呢是在顾七少的药鬼谷 对 在我们的别墅里面 跟着两个小妮子时机而上 映入眼帘的这个圆圆的木头小屋子 就像是从童话里蹦出来的 格外可爱 打开房门才发现屋子里面别有洞天 药鬼谷三个字更不是浪得虚名的 白勺吧 见到药材就闻还能立马爆出名来 看来拍戏拍了一个多月的谢雷雷和徐佳琪入戏很深的 不过却帅气不过一秒 原来是从这读剧 对 死海 孩子 马海 黄江 这药鬼谷可是谢雷雷剧中摄演的白苏的厨厂 自己家当然得给我们好好展示下了 不过这满墙的药材罐子有些不给力啊 我先拿三个药材给你都闻一遍 然后再给你闻一个你闭上眼睛 然后你猜是哪个 我感觉我会做不到 这怎么打开 这边打不开 这在那里 我看看是不是在那里 这边跑掉了 眼看这面墙不靠谱 谢雷雷立马把希望放到了另一面上 哪料依旧不给这个小主人面子呀 单车能开的吗 喂 我知道我有一次是开了的 那有些是不是你家 有些是真的吧 是我家 是我主人的家 虽然药材罐子打不开 但道具却是真材实料的 第一次见到这磨药的工具 徐佳琪立马来了竞争 对了 对了 对 真的可以 磨药磨上了瘾 徐佳琪见一个玩一个 不过这会儿就变成了演技大考验 是轻的居然 居然是轻的 是泡沫的 这是道具 这是真的道具 我刚才演得很真 感觉眼睛的时候 这么重 一楼似乎是药材和工具的天下 二楼就是另一幅画风了 大阳台 小植物 吊床 睡榻 也难怪两个小妮子 动不动就要精心尝试 还要连连发出惊态声呢 哇 好鲜 看 这舒适的环境哪像个剧组啊 活脱脱就是个度假山庄嘛 我们可以那个 SNH度假山庄 伴着屈屈的威风 徐佳琪和谢蕾蕾都把这度假山庄的宣传语想好了 要要吃个闹 要个鼓来一套 请遇到下线 航电独家采访报道